大家好,我是欣燕 今天准备给大家做一道福建平安的特色小吃 芋头面 做芋头面的材料也非常简单 芋头 地瓜粉 我们把芋头清洗干净 芋头洗干净了,等会儿我们开始可以煮了 我们把洗好的芋头放在锅里面煮20分钟 在煮芋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做一点其他的事情 地瓜粉,我们一定要用这种粗粗的地瓜粉 然后把地瓜粉粘细 煮了大概20分钟,差不多熟了 我们把它捞起来 把煮熟的芋头皮剥一下 芋头皮都已经去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芋头剥成粒 放点地瓜粉进去搅拌 用手搅拌 最好用手顺时针开始搅拌 像这样子跟后面差不多 这样子使劲 使劲 使劲 拌到差不多不粘手就可以了 现在就可以了 把捏好的玉米团放在菜板上面 如果家里没有搓面板的,可以像我这样用擀面棒 面条的粗细可以根据个人喜好 把擀好的芋里用刀切成一条一条 切好放入盘里 锅里水烧开 把芋头面用开水煮一分钟 捞出,这样的芋头面吃起来更抠更滑 把事先准备好的配菜 先下锅炒 放点料酒 炒出海鲜味 锅里加点水,开煮 锅里的汤汁开了 放入芋头面 开大火煮5分钟 OK了 一道又扣又滑的海鲜芋头面就做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